能夠將外語應用到知名畫作上 這種經驗實屬難得 高雄市成功國小的學童們 就是有這份福氣 不僅看到國際名畫家尼基的創作 更從中學習導覽及運用 也間接開啟了小學生們的國際觀視野 廣受學生們歡迎的 尼基心靈城堡校園特展 在高雄市成功國小登場 學生們化身導覽員 介紹作者在創作上的引起緣由 讓當地理想感動不已 這幅作品是史特艾文斯基分泉 它是在1983年的丁格力跟Nikki 在巴黎受巴黎的世界政府邀請 他們是非常棒 以前我們小的時候看到生人會害怕的 華碩文教基金會的贊助 也是希望能夠更多的企業 更多的民間團體也能夠站出來 為了這個藝術 為了這些創意方面 能夠對我們的小朋友有某些方面的一些幫忙 我們有透過尼基他的這個創作思維設計了三個 也結合我們學校的雙語數學藝文一個話語整合 配合新各康的這樣一個課程的設計 所以他們現在正在做設計的重生 這個是尼基他很重要的一個設計的 這個創作的概念 在成功國小用心的規劃下 結合學校本位課程的雙語特色 不僅讓學童們在認識國際及藝術創作外 也從體驗中學習到應用外語 讓這場校園展出有著更特殊的教育意義 我覺得我們這一次那個展覽呢 就是讓孩子們他們體會到 第一個藝術沒有那麼距離 那麼遙遠 其實藝術就是跟他們很貼近的 然後第二個就是我們融入在課程的這個上課當中 讓他們知道說 藝術不是只有在藝術課才會有 其實數學課生活課 甚至健體課 藝文課 這個都可以融合在一起 我覺得非常好的是 因為成功國小 對於在這雙語的教學 應該是說 應該是前所未有在高雄市區 任教外國老師來做這樣的教導課程 第一個也是讓學生學習到 語言的另外一種表達的方式 讓學生走向更有國際化 更有國際的觀感 在企業的提供贊助下 使得學童們對於國際畫家尼基的創意有所了解 不僅啟發了藝術思想 也開啟小小心靈的國際觀看視野 我也是藝術家 記者李佳龍採訪報導